大家好,我是瑞姐 在北京二环里遇到一位70岁大叔 68年到内蒙插队 三年之后留在内蒙 在一家工厂工作 和当地女知青成老家 在那儿一待就是44年 退休之后才回到家乡北京 拿着外地的退休待遇 住在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 大叔讲述自己插队和工作的经历 以及现在的生活 很坦然,也很乐观 您今年有多少岁数 70岁了 正好赶上插队 是吧 老三季 内蒙丰盛插队 跟我哥哥一块 是吗 内蒙插队的 去了多少年 在农村待了不到三年 不到三年 哪一年去的 28年去的 71年就后来去工厂 回来以后去哪了 我在那儿就去当地工厂里工作 在当地工作了 为什么没回来呢 当地人就选掉的就是波浩特那儿工作 您当时没要求回京吗 还要求 当时都是当地的工作 是吗 回来以后都是九几年以后自个儿办的 回来的 没有说当时一份就给你分到北京 回北京的 没有 没有啊 一个没有 是吗 都是当时在当地工作 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了 九几年政策比较宽松了 才顺便办法 哦哦哦哦 我退休回来 退休才回来啊 退休才回来 哎呦在那儿做什么了 在那儿工厂工厂工人 工厂工人 工龄有40年 差不多到退休时正式退休时 40多年 在那里工作 可能跟你在北京 退休金就差别挺大了是吧 对了 起码跟北同等同系统 咱得差1000多一点 哦 差1000多块钱 哦 外面 北京工资就可以吃 哦 如果差1000块钱 在内蒙 可能消费就可以是吧 在北京就有点紧张 一般 现在生活怎么样 一般 是吧 住的房子呢 住什么样的 住工房 父母留下的房 哦 工房是吗 自己房 哎呦 这么好 哈哈哈 那你运气还不错 还能有自己的房 人家上边人家自个儿 那会儿当时买个房 这会儿留下来给我 真好 那现在生活也是无忧 我看刚才你跟阿姨去散步了 因为二位都是在内蒙退休的 都在那边 在那边 那个阿姨也是在那知情吗 也是北京的知情 她不是她是当地的 她是当地的 退休以后又跟你一块回来了 对对对 回到北京的适应吗 从小在这长起来 是啊 在这一块长起来的 在这长起来的 我在这待了70年了 在这就在一条街上 从小在这生在这长在这 我说阿姨来了以后 她不是 她适应吗 也没什么不适应 马叔那您大哥也是 我哥跟他一块 一块啊 一块人 也是在那边工作退休的 对跟他一样 也是分到工厂 然后退休以后回来的 退休以后 那也是退休金要损失一些 反正估计稍微低一点 那现在医保方便吗 不方便 医保方便 不方便 外地的回来医保不太方便 是吗 外地你是外地的医保到这看来 你外地医保这个程度 跟你这儿的程度不一样 你外地他就给报销住院 你北京这有门诊 门诊给你报两万 那边没有这两万 这么回事 差距在这呢 那在这儿看了病 是自己先付钱到那边报销吗 看住院可以 门诊的话报销那边没有门诊 哦没有 工资比北京的 对对对 患病 差这两万门诊 里外里差着好几万 我看您性格挺好 挺乐观的 不乐观怎么着办 因为这个 这不是这儿天天一穿上 开吃 早点乐 挺开心的 自个儿把自个儿身体闹好了 比什么都强 对 说的太好了 没病最好 对对 您身体挺好的 还臭 还一般 短暂的聊天 触动我的 是这位大叔对生活的乐观 对现状的坦然 不积极于富贵 不欺欺于贫贱 相信人生的每一次经历 都是下次起航的积淀 心有多大 天地就有多宽 声歌悠扬 也会被风耳吹散 精彩的舞台 也有羡慕后的黯然 只有乐观的心境 才是百花齐放的春天 风月无边 谢谢您的观看 我是瑞姐 我们下期再见